昨天共有1719宗本地感染的個案 新增了三間安勞院舍出現新增的個案 包括第一間是西貢通善潭安勞院 有一名護理員是陽性 當中有九名長者是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送去檢疫 第二間是黃大仙、紫雲姦、森儀、胡陽院 這間院舍亦有一名護理員是陽性 同一間院舍有七名工作人員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第三間是元朗的叢林雅院 這間院舍再報多了兩名院友是陽性 另外再有兩名員工也是陽性 在學校方面我們收到總共有464宗陽性個案情報 涉及335間學校 累計到目前為止 在6月16日晚上光顧過海港的食客 累計共有41名個案 基電工程署已經完成了 對於這間餐廳的通風系統的一個檢查和巡視 發現先風量和每小時的空氣換氣量 都是低於標準和偏低 可能有機會造成今次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在場地裡的空氣 並且裏低於標準時代 等於歪低於海港的物質 並且裏低於日子 據說了重量和水的水 所以我可以想像是陰空的 我會想像是陰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